抖音电影《奇遇之夜》被王一博正式确认将于2023年上映,今年夏天他将再次活起来。 2023抖音电影《奇遇之夜》、2023微博电影之夜等多项活动,都是王一博在电影事业上公布的。 他还得到官方确认,电影《奇遇》将作为上海电影节的压轴电影。 王一博在这三部影片中演绎了多种角色,从《不明之辈》中的叶先生,到《天空之王》中的雷宇,再到《炙热》中的陈硕,都展现了他的个人魅力和力量。 由于他的影响力,他在电影界是独一无二的。 电影《天空之王》与《以思想前卫者》称的新锐导演刘小时合作。 这部电影以其独特的力量和潜力获得了业界的热烈关注。 这位聪明勤奋的电影新人受到了很多关注,人们为他感到兴奋。 王一博将成为惊吓的焦点,他的存在将使整个休息时间变得温暖而壮观。 王一博电影《生涯》的开始发生在2023年,在截然不同的三部戏中,他大放异彩,力压影坛。 卑微的出身和耀眼的实力,让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个新人的无限潜力。 看到王一博在电影事业上取得成功,令人兴奋。 凭借出色的演技和多样的角色,他展现了自己的才华和魅力。 他能够无缝融入任何角色,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,无论是在无名之辈天空之王,还是热恶中。 他还敢于挑战和创新,决定同时与新导演合作。 电影界普遍认可他的投入和努力,期待他的表现。 王一博的电影事业前景无限,他的冒险才刚刚开始。 在我看来,他无疑会继续为电影业创作精彩的作品。 感谢观看视频。 如果你喜欢这个新闻,请随时发表评论,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。 祝你生活永远快乐,平安。 感谢观看。 感谢观看。 感谢观看